上帝创造了奉献花 来到这个世界 一旦奉献花 它的种子接近成熟的时候 将会非常快的爆发 以前的老中医看了这种现象 就知道它可以以形补形 老中医很早就离开 如果一到妇女在怀孕期间 到的时间却很难生产 所以老中医就会应用这种种子 来给男产的妇女使用 就应用了这种种子 让他可以快速的把孩子生下来 奉献花在全世界上 大概有千多种品种以上 而且最常见的就是 有白色花 红色花 粉红色花 紫色花 奉献花 它的学名是 Impatious Balsamina 买了文叫 Pokokkeembo 奉献花 它的别名是 指甲花 指甲桃 急性子 奉献透骨草 小桃花 等等 凤鲜花 凤鲜花 它全草 可以入药 它的腥味 性温 微苦 有小度 一般上 你可以在家门口 或者屋外 或公园里 你可以看得到 这种植物 而且最多人知道 它的花的作用就是 拿来揽指甲 但是它的效果并不是 非常的理想 在马来民间 有的老人家 会应用 这种凤鲜花 它的根 拿来自 水肿 黄胆 肝炎 腹脏等等 在民间 有的会应用 凤鲜花 它的叶子 拿来煮水 拿来洗头 让粗糙的头发 变得更柔顺 而且 也会应用 它的叶子 拿来捣碎 拿来贴在 有肿痛 有浓的 皮肤 那样 它有帮助 修补的作用 在民间 有的老人家 会应用 比较老的 凤鲜花 拿来水煮来喝 来帮助治 血的疾病 例如 难产 或者抽筋 风湿病 等等 有的马来民间 老人家 会应用 凤鲜花 拿来水煮来喝 帮助治疗 和缓解 关节炎 发烧 内伤 白带 神经痛 的作用 有的马来民间 认为 摆设品种的 凤鲜花 拿来煮水来喝 它有帮助治 肾脏 肾脏和肝脏的疾病 在综艺里面 发现到 凤鲜花 它最独特 最多用处的地方 就是 它的种子 所以 综艺称为 凤鲜花 它的种子 叫做 急性子 凤鲜子 它微苦 心 温 有小毒 龟皮 干净 在综艺来说 急性子 它可以 破血 消肌 软肩 一般上 是用一字 金碧 外扬 尖种 骨梗 不下 李时珍 认为 凤鲜子 它能透过软肩 烹肉的时候 放几粒的 凤鲜子 让肉 比较快 软烂 而且吃肉的时候 千万不要 吃到 或咬到 凤鲜子 在牙齿里面 它将会损坏 牙齿的 坚硬度 在 中医来说 凤鲜花 它有小毒 不可以 长期的服用 或者 最好经过 会的医师 来指导你 如何使用 这种 凤鲜花 那凤鲜花 什么人 不适合使用呢? 也就是孕妇 不鼓励使用 这种 凤鲜花 一般上 在华人 民间里都知道 会应用 凤鲜花 它的花 来揽指甲 而且它有帮助自 灰指甲的作用 但是它的效果 并不是很好 如果可以的话 拿大概 九朵的 凤鲜花 拿来震在 处里面 拿棉花 包起来 有剩灰指甲的地方 它就会 比较快的 改善 就会 这些 超酷的 这些 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